特殊体验是在基隆港东三码头这边 不但有黄色小鸭可以看 海巡署在今天也特地开放 全台湾顿位最大 而且具备直升机起降平台的 巡防救难舰 新北舰 让民众可以登上甲板参观 最近状况把时间交给记者 李冠志 冠志 好 陆主播今天是大年初三 那今天的天气也相当的好 许多民众呢来到基隆港的东三码头 他们可不是要来看黄色小鸭 他们是要来看海巡署 去年才刚刚成军的 增防救难舰 新北舰 那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请问今天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今天的人数预估将会有5000民众 到我们船上来参观 那舰长请问一下说 怎么会突然想说要开放民众 来看这个增防救难舰 是的 海巡署新北舰 是配合我们基隆地方的小鸭站 然后开放民众来参观 也让民众知道我们海巡的工作的性质 也希望我们有志青年能够加入我们海巡署的行列 好的 那么新北舰上呢 其实也添购了最新的40快炮 还有小口径的20机炮呢 那同时呢 它也添购了夜市系统 就是最新的标准设备 那也是唯一一个海巡署目前拥有的这个最新的设备 那在对于增防海巡上面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往棚内主播 好 谢谢观志带来这新北舰的画面 好 好 好